大家好,我是叶寒 在生活中你会发现 那些真正一出场就很有影响力的人 绝对不是那种夸夸气坛 多言多语的人 他们靠的就是资深散发的一种气质 而这种气质的由来呢 就取决于他们每个人身上独特的魅力 那大家可以看看 接下来我说的这些魅力 你是不是也矫情有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 首先要有思考能力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说 一个能思考的人 才是真正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没有思考的人呢 就像是一个随风飘荡的芦苇 我过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陶行之 他对于思考这件事情呢 就很有自己独特的思想 他说他有八个好朋友 能在很多事情上指导我 这八个朋友呢就叫做 和事 和故 和人 和如 和时 和地 和者 即和 那他呢会经常想这八弦去学习 就算是再笨的人呢 也不会出错的 因为有这样一个观点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如果从肯定开始 最后肯定会留下一团疑问 如果从一团疑问开始 最后很有可能就会 拨开云雾见月明 那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 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总是把问题想的太绝对太简单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背后呢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那第二点呢是有个坚定的信念 能够做好圣读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效应 是羊群效应 主要体现的内容是 一个人在群体当中 很容易被人带偏 说白了就是一种 从众心理虽大六 那么关于圣读 果然还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叫做不愧于乌漏 那这里的乌漏呢 不是字面意思上的 房子屋子漏语了 而是指老一辈的人 为了能够让阳光照进屋子里 在屋子的西北角 开了一个天窗 约翰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古代的房子 一般都是作备超难的 所以说西北角 就是最阴暗的地方 是最需要光线的地方 那这个呢也是在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有人 还是没有人的地方 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要做到问心无愧 曾国藩就曾经说过 圣读则心安 做好圣读呢 才是成就人生的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在几十年的官场生活当中 曾国藩并没有沾染上一些 不好的官场习气 去欺负百姓啊 或者是欺负弱者啊 他从来没有过 而是能够一如既往的 安抚好自己的手下的兵 做好自己手下的活 那现在我们说 信息非常发达了 每分钟 每秒钟 都会有很多奇迹的事情发生 那么想让这种奇迹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首先就要做好 这两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内容呢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